這裡是一間蠟燭工廠 裡面藏著一座帶有復古氛圍的歐式莊園 我們家是傳統蠟燭的製造商 儘管蠟燭需求減少 但爸媽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台灣傳統文化 因此努力經營下去 方伯老舊的工廠鐵門後 是身為花醫師的我打造出來的花園 我在這裡種了三百多種植物 其中玫瑰品種最多 有兩百多種都是玫瑰花 花園裡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伊莎夫人 源自法國十九世紀的老玫瑰 她的副本子香味會弥漫整座花園 因為我們喜歡花草 也就把這些花園意象帶進自己的家 讓家有歐式莊園的氛圍 每次朋友看到這些收藏 都以為我們經常出國 即使我們沒有去過歐洲 我從閱讀與電影中 喜歡上歐洲的藝術美學 並不經意地在各處與這些老家具 與老五間相遇 像我房間的床頭背牆就很有意思 它以前是歐洲宴會廳上的席製電話板 我很喜歡它帶有歷史的斑駁感 古董家具本身就有一種魅力 特別地吸引我 我隨著時間與緣分 花了四年 成就了現在空間的樣子 我無法定義我們家是什麼樣的風格 它有新古典藝術的唯美 洛格格的浪漫 手作感特別濃郁的鄉村風 還有拿破仁時期較強烈的神話色彩 每個不同時期的古董家具和寫的擺放在一起 完整了我們的莊園 也因為有了這個空間 媽媽帶在廚房的時間變多了 她會烤餅乾和嘗試各種料理 我也有了舉辦花衣課程的最佳場所 我覺得生活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當我們不設限想像 用各種方式找出自己喜愛的事物時 生活會有更多的可能 我想問我可以去找你 我可以去找你的愛 你呢 你呢 我可以去找你的房子